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全新北市211所公立国校有78所国小的儿童游乐设施因不符合今年府修正的安全管理规范,导致校园有据看得到,玩不到。 新北市泰山明治国小幼儿园的儿童游乐设施因不符合安全规范,再加上年初有学童不慎遭游乐设施罗帽弄伤,校方索性拉起封锁线进完,至今已超过半年以上,家长抱怨有据看得到,却玩不到,让小朋友很失落。 明治国小校长肖又诚回应,为护学童安全裁风器材,已跟教育部申请经费设置新邮聚,明天工程就会开标,预计年底前就能施工完毕。 因为福布今年修正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,要求各场所附设儿童游戏场者需符合国家标准CNS12642,CNS12643及相关法规,包括游戏场铺面,游戏设备,告示及周边环境都需严格检视。 据新北市教育局统计,全新北有78所国小邮聚不符规范,新北市教育局体育及卫生教育科长龚东升表示,不合规范的78所学校里,有43所学校已陆续态患,还剩35所检验不合格,教育局将进一步协助辅导学校补偿或换新。